第二十章,爱情啊,任重而道远。温暖走了,韩千回去股吃商量能不能退,结果对方要购买的小票,就算是退钱也是返回负账的卡中,韩千无力地叹了口气,怕在柜台上买了这个贵的衣服都没砍价,能不能送几双袜子。 这个要求倒是没有被拒绝,拿了袜子的韩千还是感觉亏大发了,什么品牌不品牌不都是衣服吗?不露肉就行呗,它咋就卖这么贵呢? 店员也看出了韩千的心疼,笑着走上前柔声道,先生,你有这样的女朋友应该很幸福吧? 幸福哦!想起温暖的种种,韩千打了一个寒战,这几天温暖倒是挺老实,等他不老实地才让人抓狂呢,韩千转过头腼腆地挠了挠头,轻笑道。 朋友,只是朋友,你们衣服卖的这贵,我看你们的顾客也不多,这一个月的房租能赚回来吗? 店员听后,微微一愣,随后笑道。 先生,您真能开玩笑,股池并不需要太多的销售量,我们追求是最高端的品牌,面向的群众也是高消费的人,赚不赚钱的我一个店员不清楚,但我知道要是不赚钱,这一年的二十万的房租,我们的老板还是能接受的。 你们不是荣耀集团的员工? 不是的,但要经过荣耀的培训才能上岗,先生还有其他的事情? 没了,没了。 韩千尴尬地挠了挠头,转身就走,脑袋里不断咀嚼着刚才店员说的话,这对他有很大的帮助。 走出荣耀百货,阳光刺眼,看着高高挂在天空的太阳,韩千感觉一阵温暖,随后一巴掌拍在脑袋上,忘记去上班了,都怪温暖。 做了三年的家庭主妇让韩千一瞬间忘记了每天都要去上班打卡,咬牙地拦下一辆出租车,上车后开始指挥司机走那条路可以稍微远一点,但堵车的加时费韩千是不能接受的。 他现在更穷了。 怀揣忐忑和紧张走进荣耀的大门,前台的圆脸姑娘看到韩千的时候猛然站起身,拿起电话拨通了总经理秘书台的电话,可惜没人接听,韩千也发现姑娘的异样,咧嘴投给姑娘一个的阳光灿烂的笑容。 圆脸姑娘呆呆愣愣地站在原地,这个刚来两天的韩千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回山后转身,就往十四楼跑,要第一时间通知烟总韩大神仙回来了。 韩千坐着电梯来到了十一楼,打开电梯的时候就看到综合部的同事不是拿着拖把拖地就是在擦窗户,浇花。 哎哟,韩千笑了,荣耀集团的工作真好,还知道让员工活动活动筋骨,一脸好奇地走上前站在的刘九龙的面前,笑道。 刘副主管真是亲力亲为啊,知道综合部的同事都太闲了,带出来活动活动筋骨。 呸,你以为我愿意,还是那个姓韩的招惹了烟,韩千。 韩千,来人啊,千万别让韩千跑了。 起初弯腰拖地的刘九龙,还没发现站在他面前的是韩千这个小兔崽子,话回到一半的时候才感觉这声音有些耳熟。 抬起头确定是这个小兔崽子后扔掉拖部张开双臂紧紧地抱住了韩千。 这一瞬间韩千是猛的,这,不能这热情吧。 随后,他发现综合部的员工全部都朝他冲来,有拿拖把的,有拿扫把的,花洒的,还有拿着盆的,面容争鸣,面寒怒火,一股浓烈的杀气朝他杀来。 韩千害怕,挣脱不开刘九龙的拥抱,他闭上了眼睛,既然无法反抗就默默承受来自同事的关怀吧,可能会疼。 韩千找到了,人在哪里?杨岚的声音犹如传入韩千的耳朵,随后他感觉刘九龙放开了手臂,下一秒耳朵传来一阵疼痛,韩千睁开眼看着满脸焦急,眼眶微红的杨岚,当即咧嘴道。 杨姐,疼疼疼疼,有话好好说,好好说,不来上班连个电话都不打,然后手机还关机,你知不知道你差点还我和苏亮丢了工作,我要是丢了工作我的家庭,就跨了,韩千你。 说着说着杨岚又哭了,韩千连忙拿出古董,才发现没电了,昨晚摔坏了,好像有小半个月没有冲过电了,杨岚这么一哭可把刘九龙心疼得不得了,对着韩千的屁股就是一脚。 小兔崽子能不能有点觉悟?早上燕总早早地就在综合不等你,你不来上班就干脆辞职,千连兰兰被燕总指着鼻子骂了一通,揪你耳朵。 我现在杀你的心都有了,兰兰别哭别哭,刘哥抱抱,拦着刘九龙油腻的就要去拥抱杨岚,韩千连忙上前一步挤开,这个老男人一脸悔意地认真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杨姐,昨晚我一个朋友被车碰得出院了,我急着赶过去,当时被吓坏了,就忘了手机的事情,他爸妈又不在身边,小姑娘孤苦伶仃的一个人。 温暖啊,你就帮忙背个黑锅吧,非要逛街。 韩千你换衣服来啊,这衣服看着还不错呢,在医院买的。 被挤开的刘九龙一脸不甘地瞪着韩千,刻意拆台,杨岚没心情理会这两个人半嘴,就着韩千的耳朵往综合不拽,一边走一边倒。 燕总要你做的事情很急,你怎么还有心情去买衣服? 你要是没衣服穿了和我说,我去给你买,你也不能突然失踪啊,现在就是你对燕总比较重要,不然你早被开除了。 被揪着耳朵的韩千呲牙咧嘴,眼神茫然地看着杨岚小声道。 他急傻,不是说了明天早上给他结果吗? 杨姐你别委屈,这事是我惹的,我找他吵架去。 杨岚把韩千扔到了椅子上,红着眼睛咬牙骂道。 你说你,这个烫手的山芋你接了干嘛? 烫手,耳朵是挺烫手的,杨姐,您下手太狠了,那个。 您别告诉是因为我咱们综合部才出去打扫卫生的。 刘九龙摩拳擦掌地看着韩千咬牙道,不然你以为还是我们心疼宝吉阿姨? 刘叔,我们叫阿姨,你应该叫大姐的。 小兔崽子你找奏,你刘哥我才三十九。 刘九龙这个人怎么说呢? 不是好人,但也不是纯粹的坏人,喜欢不喜欢的他都会浮现在脸上。 说出口,韩千尴尬地挠了挠头,不再理会油腻大叔,转过身抬起头,看向杨岚咧嘴笑道。 杨姐您消消气,等事情结束后,我掏钱,你请客带大家去潇洒去,毕竟是被我连累了吗?苏亮呢? 找我去了。 杨岚深吸了一口气,波澜壮阔地让韩千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杨岚刚准备开口,小杨家急匆匆地跑了过来,身后还跟着穿着围裙的苏亮。 小杨家看到韩千后松了一口气,随后上前抓着韩千的胳膊就往门外拖。 现在去见燕总你还能留个全尸? 韩千被小杨家拉着走,眼睛却是看着苏亮,韩千微微一笑。 卡韩视线,苏亮同样笑着回道。 线吧,看着过瘾,那么后一打,勾搭姑娘,嘿嘿,倩儿哥你懂。 好,明天给你。 韩千被拽走了,整个综合不松了一口气,这时候苏亮被刘九龙搂住肩膀,小声威胁要苏亮交代韩千到底在做什么策划。 苏亮看到韩千的笑脸的时候就放心了,轻轻耸肩道。 具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倩儿哥带着我了,我能收到这么厚一打。 苏亮,你打扫厕所没尽兴。 杨兰的一声,呵斥让苏亮闭嘴了,现在能不能成功还不知道,如果被大家知道,然后韩千还失败了。 他以后没办法,在综合部继续工作的,刘九龙放开苏亮,转身一脸羡媚地走向杨兰。 兰兰,我这里有两张。 哈,办公室的门被关上了,差点撞在刘九龙的鼻子上。 爱情啊,任重而道远。 喇门 韬子 叶